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即将要登场 而且剑指神车 我来挑战你了 兄弟的Mufasa 这是一台跨界修理吗 对 没错 这个Mufasa在 应该在台湾好像有测试 我老想到狮子王 对 那个发音好像跟那个 里面那个Mufasa有点像 那我去查一下 我昨天光那个字 我们先讲在大陆的名字叫穆煞 但那个煞是一个栗争的栗 加上一个台风的风 就很煞 对 但是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我可能书读的不多 我叫穆 然后我要拼 我就拼不出来 到底是风 因为有边念边 没边念中间 我就穆啊立 风啊立 风啊立的查不出来 你是太久没写字的 对 不好意思 原来叫穆煞 这个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 这个是神 你说神车的对手吗 其实是 挑战CC来着吗 直指 直指CC 为什么 第一个它尺寸是非常接近的 车长4米47 跟CC差不多 然后呢 它的车高呢 比正常的SUV 像CRB还要高 来到1665 还要再高一些 所以它是为了好的头部空间 对 没错 好 那当然是 我们想讲它的售价 我去查了一下 大陆的售价 我先讲人民币 不是先讲 对不起 大陆就是人民币 12.1万 到顶规也才16.7万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人民币不能说乘以一个固定的汇率 然后变成台币 那我去查一下它的同级的对手价格 我们讲HRV 兄弟 12万 Honda 对不起 Honda HRV 11.99万 跟顶规13.99 所以跟Mufasa 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是Mufasa 它的顶规 可以到16点多 所以等于是在配备上 再多一些 但是还有一个 HRV的 它的引擎CC数是1500cc Mufasa 2.0 所以它的顶规售价再高一些 但基本上入门跟中间那两款完全是重叠的 好 那如果说换算 假设啦 因为HRV在台湾也是国产 换算这样的价格 我觉得Mufasa 以这样的尺寸 在换算接近HRV的售价 差不多就是在 它的对手就是直指 11.11.11 现在是卖最好 一个月少说至少三千多 应该有四千多 平均应该讲有四千多 所以就是说 以这样的车格 跟售价来讲 差不多就是直接打CC 但我先讲 我刚才讲 它的动力2.0升 最大马力158匹 扭力是19.1公斤米 然后呢 我觉得它这一次 我去查了那个大陆 HRV的官网 它的这个Mufasa这部车 我觉得它在车内的功能 非常多样化 第一个 双12.3寸的数位荧幕 加中控的数位仪表 加中控的荧幕以外呢 第二排 第二排 它的那个 就是第二排 副架 它可以完全躺平 因为它有一个女生 很漂亮的女生 就坐在后座 然后两条腿很长 就啪 就跨在那个前座的椅背上 你看你们都记得 这种画面 对不好意思 因为就印象深刻 就让你知道 那个空间感很好 对空间感很好 这第二个 然后再来就是它有这个叫非翼式头枕 就是这个简体字 非翼式头枕 就是它那个枕头 头枕基本上不是让你靠而已 它两侧是有突出来的 头部都包覆 对就像商务舱 比如说你要小碎一下 你的脸 这样左靠右靠的时候 是有个支撑 还有一个叫它的右座 副架的椅背 它有那个iPad的支撑架 所以你就可以把 我去查一个 它放的是一个 大概14点 应该是15寸的这个iPad 这些都是扩充机能 是不是 可选配的 不是不一定是标配 它是 我看是标配 但是它没有写说 标配是从哪一个等级标配 但因为它是固定式 所以我猜 应该是全车系标配 另外像这个什么 挂这么贤书机的 然后让你架这个所谓的 这个雨伞架 还有这个女生放口红的 还有收纳空间 还有放信用卡的 然后怎么左一两边 还有个挂钩 收纳的槽位也做得很 很有变化 对 就是说这些比较贴心的 你这边可以挂的 可以放的 可以怎么样的 基本可以收纳的 我觉得它都特别强调 所以我觉得说Mufasa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中 算是中小型的 应该也算跨界 小家庭来用的话 就妈妈特别是女生 应该会蛮喜欢这部车的 那就期待一下 因为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年底会来 本来听说是大概是Q 大概9月到10月 但现在好像有一些延后 对 这个当然就是 但是我蛮期待这部车的 到台湾 那讲到接下来即将会来 或是让你期待的车款 大维哥 你好像有注意到 特别的性能选项 我觉得现在的车子 真的选择越来越多 有些这个性能车款 的确是 但你有回去注意到 油车吗 还是 油车来说的话 油车也当然是有可能 油车就看自己的喜好 现在我已经有油车了 我就觉得 那就看看 有没有别的这种动力选项 我觉得倒是 我觉得 当然不是我现在所能力 所可以 但是我觉得 我看到BMW的最新的 M Touring 我觉得是蛮让我 这眼睛一亮的 大家都不相信说 大维哥会去看 这样子的车子 的确没有办法 但是他的现在spec 一秀出来 我觉得 哇 这车子也真的太神了 不会我相信 我觉得你现在选车 有越来越年轻化的感觉 这个车子真的蛮特别的 因为我觉得BMW 在这动力上面 他有那种给人家 有那种跳跃式的 他做油车很强 他现在做电车也很棒 在传统的这个 RBEA里面他最强 现在他居然在这个M Touring上面 像他M一样 他居然走入了这种 插电式的油电的这种动力 插电式油电动力 他是结合了他过去4.4 甚至V8的动力 再加上他最新的这种 M Hybrid的这种动力之下 插电式油电 他整个让过去 我们说 哎呀 BMW或这种车子 做性能车 做电动车就这样子了 他做插电式油电车 也就那样子 可是他却能够把这都 加上起来 变成一个最完美的 一个状态状况出来 像你看哪一个品牌 可以做的 像他这样子 因为M3 Touring很受欢迎 对 对吧 是 那M5 Touring 你会想说 没有也很可惜 对 所以他 他光是M5 先是先出来 先亮相 可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旅行车 也有一群消费者喜欢 然后把这种 插电式油电 再把这种4.8的V8这样放进来 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组合 你看他动力 他的最起码4.4升 就585匹 他的那马达又197匹 这两个光是这样分开都已经下下叫了 合在一起居然有727匹 然后有102公斤米的扭力 他零百起步加速 只是比M5少一点 他是3.6秒 M5是3.5秒 然后你说这样子的动力 光是这个还不够 他所有你所想象的高科技 他全部都放进去了 他的电子主动悬吊 后轮转向 他所有该有的什么赛道 什么事 全部都放进去 我觉得M Power 毕竟是M Power M Power又能结合旅行车的 这一种实用性 家庭选项 多方面的满足 他肯定还是很多热血 爸爸喜欢的 肯定的 那可价位呢 我觉得价位 过去都已经要 最起码都要快700万层入手 我觉得接下来这台车 更高贵 更高贵了 真的 但可以期待 因为M5来说的话 范德是说大概是明年上半年 然后M5Turing 我想范德动作也铁定会很快的 那大家就可以好好来期待 好的 这几年把重心逐渐放在东南亚市场 那其实他这几年发表一款叫X-Force 的一个跨界休旅车 那X-Force最近在菲律宾上市 他推出左驾版的车型 那既然有左驾版的车型 大家就开始思考说 有没有机会可以导致到台湾 汽车市场 因为这台车子 他的车身尺码 其实和台湾主流这些跨界休旅 非常的接近 那他的车厂大概是接近4米4 是4390mm 那轴距大概是2米65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也因为是跨界休旅 所以车身稍微有点加高的一个状态 而且他车上他有这个多模式的选项 包含有normal 湿地 抓地 还有这个泥地 多种的模式 所以当你要开去露营厂 或是经过一些非铺装路面 其实也是有正面帮助的 那在外形上来讲 他也加入了这个新时代的Dynamic Shell的一个造型 那看起来细细的LED灯组 也是非常前卫的感觉 毕竟大家很久没有看到 Mizu Beach的新车 那在内装上面 他也融入了这个 比如说新时代12.3寸中央萤幕 8寸的数位仪表 而且我觉得他整合起来的造型 其实还蛮好看的 像有点类似这种BMW的操作方式 还蛮好看的一个内装 那动力部分 他搭载是1.5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他的最大动力是103P 那扭力部分是14.4公斤米 其实看到这里 然后又是前轮驱动的一个规格 大家就晓得说 可能是比较务实取向 比较经济取向的一个诉求 但我觉得既然三菱好久没有出新车 如果可以放一个小排气量 渦轮增压引擎 再加上四轮驱动系统 然后挂个Rally Art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车迷愿意买单 那大家也很好奇 这台车有没有机会 可以导入台湾汽车市场 那据传 据传就是中华三菱跟原厂 有一些密切的联系 但是目前还没有好消息出现 大家还可以再敲碗 可以再许认一下 其实媒体真的都会知道 消费者可能会注意到 我们去问问品牌方有没有可能 你今天我们看到福特 OK Marsan 马赫伊 最近因为这样子有的消息 我们关注 还有一台电动化解修律 那Puma EV它有可能来吗 消耗谁 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又在说 你到底在说什么 对 我们在找地球黄金线赖好友啊 你知道地球黄金线赖好友吗 真的吗 蛤 黄金线赖好友 那你知道加入地球黄金线赖好友 有机会可以得到iPhone15吗 真的假的 是真的 赶快拿起手机 加入地球黄金线赖好友 参加答题挑战 就有机会获得iPhone15 及汽车品牌周边好友 同时获得独家及最新的汽车资讯 赶快加入地球黄金线赖好友的行列吧 LINE 地球黄金线从电视萤幕标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道 年底Toyota的全球 这是树立校 我们现在四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 所有想象 踩下游门 地球黄金线赖邀您一起上线